各位好 在跟你介紹這個叫熔葉觀音簾 那 現在都是水苔種子 因為水苔種子其實 以那個他們在養殖場的話 種植場的話都比較好管理 那主要是保濕跟透氣 那我還是一樣把這個水苔拿掉 那我還是就是種在 我覺得他的環境的話 就是比如說熱帶雨林環境就是一些 一些 一些土啊 比如說泥碳土啊 有機土啊 一些樹皮啊 一些混合物 那這個我是覺得比較自然一點點 那我們猜 那我看到的時候 看這一盆看到 這個 這個綠綠的這個部分 這個好像是他的種子 這個這也是 這也是種子 所以這個可能 可能種植場的話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株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根啊 發達的話 其實 好像都可以做 做成他的那些側氧 好就慢慢把水苔把它剝掉 那像這種 冠捏的話 也有人用 就是水質 就是水生 去做培養 好 這顆 看到了沒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它的 它的根在這裡 它的根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 我可能它是它的苗 那這顆 基本上算是很健康 那如果夏天的話 如果覺得啊 我不想換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換 等到秋天的時候再換 都可以 那基本上其實這個 關於年其實在台灣 已經有段時間了 所以其實它也是一樣 很適合台灣的氣候 所以呢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子 大膽一點沒有關係 那有些人說 那我水菜可以不用清那麼乾淨嗎 可以 可以 你看 這邊 這邊 這邊看到有一個小小的盆子 看起來有一個小小的盆子 所以一開始喔 是種在小盆子裡面 然後再換大盆子 那我這裡也要開始把它換掉 來看一下 然後更加大盆子 這是有些小小的盆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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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